乔本盛子表示 尽管日本政府已宣布 包括东京在内的四个县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但东京奥委会一直在做着各种准备 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周日 日本第三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以遏制严峻的疫情 预计本轮紧急状态将于5月11日 也就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访问日本的前一周解除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